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金融交易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好这一期我们专门讲一下 美联储降息后哪些的股票更有机会 当然我的标题是哪些股票会涨 就是为了吸引大家进来 其实我不是神仙 我怎么可能知道哪些票会涨呢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逻辑来找出 基本面比较符合降息规律的这些行业 这些ETF这些个股 然后咱们再根据技术分析 找到最佳完美买点 好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就已经做过一期节目 叫美联储年内三次降息 每股加密大宗商品会涨吗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视频 打云聪美联储降息 这个里面有好多的理论 还有我推导出的好多的结果 你们回去看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好这是我们这一期 也可以作为这上一期的补充 好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降息的期间 每股它不一定会涨 这是我们上一次就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只要降息期间结束 那么百分之百的股市 还有大宗商品 还有黄金白银几乎都会涨 只不过在这个降息周期里面 大家千万别着急 我们来看可以线图 好我们根据历史规律 我们再来看 有可能在美联储已经宣布降息 到后面降息的整个过程中间 它的走势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 大的一个三角形 或者是大的一个形态 那么等到整个的降息周期结束之后 它才会快速的往上涨 所以说大家先不用这么着急 说这个过程中间我非要去追高 为什么呢 因为等会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品种已经非常高了 你要去追高的话 往往会追到高点 那么你会坚定的看好整个方向 然后在这种回调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或者是每一个波段的这些低点 我们去做 这个时候你的机会是更好一些 好这是我整体的观点 那么如果假如 只是说如果就像是有的玄学家说的 他可能美股还要突然来个暴跌 经济忽然来一个大幅的一个 给你一个经济危机 也就是说你在你最认为不会跌的时候 他忽然来暴跌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他在这忽然来这个直线暴跌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 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是美联储已经开始降息了 真的经济出现这么大的危机 那么到了这些位置就一定是我们买的点 所以大家 这就要求我们什么呢 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分批分仓 分批分仓之后 我们大把的持有现金来等到最好的机会 那比如说万一市场真的走出这种样子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最好的抄底机会 而且把底抄了之后 我们心态特别稳 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历史上的所有的这个时间点 只要是美联储降息结束 市场一定会回调 所以这些位置就是我们最好的点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暴跌 那么我们每一段想到这种机会 也是我们的好的点位 而不要去追盘 好不好 这就是整体的宗旨 好 我们现在具体看 降息开始哪些票会更有机会呢 其实我在下面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们都会详细讲 黄金白银 房地产 铜铝 大宗商品 消费相关的 比如说汽车 还有和高负债相关的电力 航空 好 我们来具体看 大家知道 钱是最有能量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要想找到一些企业或者板块 核心就一点 这个钱流到哪去了 你看我们以前的威克福交易法也是这个 威克福交易法反复的我们去从K线图里面去找量价关系 去找到有没有聪明钱 有没有大资金 他们在操作这个股票 然后我们分析大资金去哪了 那么基本面也是这样子啊 我们也是分析钱到底往哪流动 好 那么我们说的降息无外乎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存款方 就是很有钱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现在这个存款利率降低了 他们的钱往哪去 好我们先来看老百姓 那么老百姓或者是中小企业 我们的贷款利息我们就会更低了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中小企业就可以缓解压力 那么就这些中小企业缓解压力 那么肯自然中小企业的盈利就会上升 那么企业的股票理论上说 它的股价就会提升 好 那么中小企业板块主要是有些ETF 大家看中小企业板块 它的ETF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罗素2000 第二个就是中小股票 这个整个的ETF 第三个就是我认为生物制药ETF 好我们再详细一个个看 好大家看这张K线图就是罗素2000指数的ETF 好大家看这张图就是罗素2000ETF 在2020年下半年当时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 大家看它的涨速是非常猛的 几乎是成90度角度往上涨 那么我们现在的K线图在什么位置呢 现在的K线图整个的结构 它是一个大形态的一个突破 然后中间走了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盘整区间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大幅动荡 大幅动荡 就是如果从技术分析来讲 这个大幅动荡最好是等到它再有一个小幅的横盘 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做突破 当时最好的位置 好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等到它小幅横盘 而是等到它回抽到这一个波段的30% 这一个波段的50%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好的位置 这些也是我们最好的买点 那么如果它不回抽 它直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横盘 进行一个横盘处理 那么我们也可以等待小幅横盘结束 在突破的那一天那一个瞬间开始大幅的买入 所以对待这种现在整个的它的这个波动率比较剧烈的情况下 我们就拿好我们的资金 拿好我们的现金 等待这种回调 那么这种回调呢 一般的是33% 或者是50% 就是我们前面一个波段的50% 你可以填写一些限价单 这些店买入 好这是罗素2000 就是它的这个缩写是IWM 好我们看中小盘股 TNA是三倍做多小盘股 这三倍做多小盘股和罗素2000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不过如果你想这个涨跌更加强烈的话 就是你想就是你更喜欢这种涨跌波动更剧烈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标的 大家看一下 他也是其实长期没有怎么涨 在这个位置已经横盘很长时间了 这几年一直在横盘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突破 然后又信息回抽 进来信息回抽 在这个位置一直在这个上面 现在最近一直在整个的这个 我们这条大的趋势线的上方 好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在这个上方 我们的宗旨很简单 只要是它跌破这一个 我们最主要的这一个支撑压力互换的这个线 我们就暂时不要去买 不要着急 但是它只要能够站在这上方 特别是在前面的支撑压力互换的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同时也几乎是50%位 我没有去用Fibola去标啊 但是基本上是50%位 就这个波段的 就是这个波段发出来 这个波段的50%位 那么这种位置既是这个波段的50% 同时又是这个形态的上边缘 那么这种位置就是我认为它如果回调到这 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多机会 再配合K线形态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自选股 我们每天都要去观察 一旦到回抽位 我们就可以去做多 第三支是标普生物科技ETF 标普生物科技ETF 我们来缩小来看 你们就会看到一些情况 你看缩小来看 它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间 这个区间 然后呢 这是一个小区间 现在又是一个小形态 相当于它现在的形态在不断的收敛 不断的收敛 就是等待它突破的那一瞬间 当然上周星期五没有突破成功 我们都在看 但是如果突破成功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上升趋势 当然现在还没有突破成功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是形态收敛的一个上升趋势 这种形态收敛的上升趋势 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上涨 基本上它后面会有一个快速的涨幅 这个道理我前面讲过 就是如果它形态不收敛 它是这样子很剧烈的 它往往还有可能剧烈震动 它有可能剧烈震动 一直等到它的形态收敛之后 它才会选择向上或者向下 但是这个已经形态已经非常的收敛 所以有可能马上要选择向上了 当然它也不一定一定要向上 但是马上要选择方向了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重点关注的 好这就是中小企业的ETF 后面大概率会随着降息周期而往上涨 好我们再来看 第二块是什么呢 就是购房购车 我们的利率将会更低 这个和老百姓和我们的企业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购房购车利率更低之后呢 主要就是有利于房地产的发展 也有利于这些汽车企业的发展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和房地产相关的ETF 主要是VNQ 我们一起来看 其实和房地产相关的 还有很多的个股 我就不去选了 因为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还有和房地产相关的 比如房地产服务啊 房地产的一些建筑商啊 还有它的一些 包括甚至房地产相关软件啊 它的Broker啊 它的这些房地产经纪商啊 房地产又分为 比如说我们是工业地产 还是我们的住宅地产 还是鞋子楼 这个你们再自己去研究 我们如果不想要这么多 我们就定准房地产的ETF VNQ 好这是缩小之后的VNQ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有一个时间点 它的技术信号太完美了 这个位置也是特别完美的 技术信号 你看这些位置都是非常完美的 技术信号 我们回头来看啊 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大的底部的头肩突破逆转于持续 这个位置是一个形态的一个突破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头肩加上下降趋势线的一个突破 你看非常完美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长期的大形态 大波动率变小波动率 然后这一天的突破 如果那一天 当时我没有关注这只ETF 如果我关注的话 这个位置真的是技术分析 最完美最完美的买点 那么现在很可惜了 现在它已经涨了非常高了 非常高了 但是呢 我们就话又说回来 像我刚才说的 虽然它这么高 我们可能不应急去追 但是如果它每次回调 我们举个例子 回调到这儿 回调到这些位置 假设给你几乎回调到这位置 那不一定啊 它每次回调 我认为都是机会 所以这种票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自权股里面去 万一呢 万一呢 我们就持有现金 耐心的等待 当然这个是一个最谨慎的做法 那有的朋友说 我不想等它回调 但万一它不回调呢 你看它不是四手足脚往上涨吗 那你用我教的方法 主动买套回调加仓 你不管什么位置 你就先买 不要怕 然后呢 你先设一个限价回调单 它每次回调的时候 你再去买 也可以 也就是说你有了底仓 主动买套 买的是个底仓 有这个位置 你又去买 底仓买完了之后呢 每次回调的时候 你再去加仓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们不动产 信托指数ETF 它那个操作方法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到自权股里面 我们去随时观察 它只要是回调到位了 那你就赶快去买 和汽车相关的 当然不光是汽车制造企业 我们汽车制造企业 我们选了三家 一个是特斯拉 一个是福特 一个是丰田 我们选择 我们选了主要是这几家 但是和汽车相关的 还有汽车零售 汽车保险的相关业务 这个呢 我就以后在会员节目 再详细讲解 因为就不在今天 不然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从最主流的三家汽车企业 第一家特斯拉 第二家福特 第三家丰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技术图形 好 首先看特斯拉 这边不好意思啊 特斯拉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操作 所以看起来比较眼花缭乱的 但是特斯拉我们缩小来看 它的整体的一个格局是 当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买点 这个以前我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买了之后 它有一个剧烈上升 又剧烈回调 到这儿也是很完美的买点 你看我们在这儿 我也买过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一下 现在 那么现在来看呢 它仍然是一个上升趋势 它仍然是一个 标准的三角形上升趋势 是不是 所以现在肯定是看多的 但是 但是 话一说回来 虽然是看多的 我们仍然 至少是我自己 仍然 是好止损 在我看来 它如果跌破这些位置 那是不对的 如果跌到这个三角形里面 这也是不对的 那我宁愿以后 再在这些位置去买回来 这位置买回来 我可能都要先出来 就是我认为 往上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但是因为特斯拉波动非常剧烈 所以它仍然有可能回调到这些位置 如果你不在乎小波动 你可以一起持有 如果这种小波动 你也比较在乎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该止损就止损 但是该买回来 也必须要买回来 总之呢 也可以大家就是把它作为底仓 就是坚决不动 然后等到这些回调位置 你们再去买 整体来说特斯拉呢 现在的整体 你看美股七朵金花 其他的票都已经涨上天了 就特斯拉 其实今年没怎么涨 今年其实整个特斯拉 它的都没有怎么涨 所以现在这个大的这个格局里面 我仍然认为 如果它今年可以把这个位置能够稳住 在这盘整一段时间 假设盘整一段时间 将来把这个箱体能够突破的话 那将是特斯拉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很多票都需要有个盘整时间 它只要盘整时间到位了 它后面涨的就更高一点 你看到历史上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历史上也是这样子 你看只要有盘整时间 只要给足了这个盘整时间 它上涨的力度都会大很多 你看是不是 如果没有给足盘整时间 而是这样直上直下 你看这些都是没有给足盘整时间 这种没有给足盘整时间 是吧 你看只要没有给足够的盘整时间 它都会长得比较距离 它只要有足够的盘整时间 走了一些形态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更有好的机会 所以特斯拉如果在这个位置 它能够给我们走一个三角形 那我认为我就愿意中仓 那现在它不走三角形 那我也不愿意中仓 那么我就等待它回调 等它回调 我们就分批分仓的去买 好 这特斯拉 我们再来看福特 那么福特汽车和特斯拉不太一样 福特汽车因为它有财务报备的原因 它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剧烈的下跌 它虽然有一个剧烈的下跌 但是它整个的趋势 还是在一个大的箱体里面 那么在大的箱体里面 我仍然认为是可以做多的 它只要是后面 它能够把这个位置突破 它只要是把这个上面突破 往上一走 我认为大概率它会上去的 第一波肯定要冲这个缺口 它如果上去之后 目标就冲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目标位 而且往往这种冲缺口的这些地方 由于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它走的时候 有可能会走得比较快 所以这个福特也是 只要是它能够把 我画的这个三角形 只要是它上边边能够突破 特别是能够方量突破 我认为也是有机会的 我们可以重点观察一下 好 第三支是丰田 好 大家看 丰田当然是一家日本车企 但是呢 我认为丰田 它 我一直 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丰田车 我认为它只是因为 近期的日本这个股市的波动 大家可以看 如果看历史上 丰田的这个也是非常标准 大家看历史上在底部盘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形态 然后快速上升 然后这后面就快速上升 在这盘整的非常足够了 又来一个加速 那么现在呢 又跌到了它曾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盘整区间 跌到这儿来了 跌到这儿来了 现在看起来 从技术面看起来 它的下降趋势马上要突破了 而且这边底部也做了一个结构出来了 所以呢 我认为丰田如果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突破 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非常好 对于不太喜欢追高的朋友 我认为丰田是一个机会 我们放大看一下 放大看一下也是 所以这两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丰田汽车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盘整完了之后 一旦突破的第一天 它绝对是一个近期的最好机会 所以你们可以把它放到自宣谷里面去 好我们再看其他板块 下一块就是我们讲过的大宗商品 六个月前 我当时就讲过 当时我就说美联储如果是降息 大宗商品一定会涨 那么大宗商品 我们黄金白银等会再讲 主要就是有色金属 铜和铝 我还专门说了铜 结果我说的第二天 啪铜就开始暴涨 中国A股的铜也暴涨 美国也暴涨 好我们来看一下 和铜铝 最相关的主要是三家公司 一个是FCX 一个是SCCO 另外一个是AA 就是美国旅业 好我们先看一下 他们的黑线图 好FCX就叫麦克莫兰铜金 当时我讲的三月份 在这个位置讲的 大家看 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讲的 麦克莫兰铜金 就这个位置 它突破之后快速的涨了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哎呀就可惜不是最好的位置 其实当时在这些位置 大家应该 当时当时 当然美联储也没有降息 没有确定 其实但是实际上 我们说只要是有这个预期的话 这些位置其实都是好的位置 但是不着急 这个我们还没有开始 他这个地方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一样的波动率太剧烈了 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盘整 把波动率降下来 那么我相信 只要是在突破的那一瞬间 它一定会起来 所以我们都要放大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位置买点就两个买点 一个买点就是 这一个波段的二分之一 或者是30%的位置 就这种位置 它如果回调到这个位置 是我们的买点 第二个 如果它不回调 也是在这儿横盘 横的一段时间 只要突破的那一天 我们也是可以去买的 因为从基本面来看 它是必涨的 那么从技术面来看 我们只需要找到 更完美的买点就可以了 好 这是FCX 下一个是SCCO 它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 南方同学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更完美 南方同学K线图 其实比第一个还更漂亮 你看 它的K线图走得更完美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是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前面是一个头肩 头肩跌破回抽 在这儿一样的 它如果在这儿能够盘整完 向上突破的这一天 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同样如果不向上突破 在这儿做一个回抽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像这些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 像这些 这些买点都是一些很好的历史买点 好 我们再看AA AA美国履业相对来说弱一些 而且大家看 它历史上涨的时候 当然也是很高的 你看 当时降息完成 历史上2020年开始 这一波也是很高的 翻了多少倍 翻了11块到90块2块 翻了9倍也是挺高的 现在就比较弱一点 现在比较弱一点 我们再搜下来看 现在个位置一样的 它和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近期 他们的波动率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一样的 要么到这个波段的1分之1 你去买 要么 它这个位置盘整完了 你去买 都可以 那如果你说你现在就要买 万一它不盘整了呢 可以呀 那么就用我的方法 主动买套 但是你一定要分批分仓 千万不要中仓 然后当它回抽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去买它 我们再去买它 我们相信它回抽完了之后 它大概率还会慢慢上升 也就是说这些票都是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 找到一些好的点 开始分批分仓 像定投一样买 好 我们回来 这些上面就是和老百姓相关的 还有就是我们和中小企业相关的 这些我们认为大概率它会上涨 还有一类企业就是高负债的经营性企业 高负债经营性企业主要是电力航空这两块 但是电力和航空里面的公司有特别的多 而且他们涨得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个人建议你就关注这两只ETF就可以了 一个是XLU 一个是ITA 还有其他的个股 就关注两个 第一个就是公共事业的 它的ETF 第二个就是航空相关的ETF 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公共事业 ETF 真的是好可惜 你看以前这个位置多漂亮的技术位 非常非常漂亮的技术形态位 可惜因为我做美国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对美国没那么了解 那么如果很多基本面比较好的朋友 你如果当时又能够学会技术 你看当时这些位置多完美的技术买点 简直是完美的技术买点 如果当时你基本面你的分析又是正确的话 你看从这回抽 现在已经涨上天了 是吧 但是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随时把它放到我们的资悬股 一旦它有回抽的机会 我们就知道 只要是回抽就已经送钱的机会来了 它在降息周期结束之后 一定是上升的 所以这种就是99%的确定性 当然还有永远有1%的不可不可琢磨性 但是它是99%的确定性 所以只要它回抽你就大胆的买 只要回抽就大胆的买 另外一个ETF也是这样的 它是美国航天航空与国防ETF 一样的 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也是涨得非常高了 现在涨得非常高了 但是你看它每次都是 它还有给你机会 但是你看它每次任何时间点 只要是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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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都是机会 你看几乎都是机会 甚至比我们的其他的ETF 都还更确定 而且它回调机会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关注它 那如果下一次假设 它真的是给你机会 它又回调到这儿来了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给你买入的机会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资源股 那么如果你不是想选它们 你想选其他的电力股 这边呢也可以找到 比如这边有很多很多美国的电力股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我一般的是通过 通过它的成分股里面 成交额由上到下来选它 因为我们可能是先选大企业 我一起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新世纪能源 这些你可放到自选股里面去 如果你不喜欢做ETF 你只喜欢做个股 比如美国南方公司 那这些X农电力 X农电力正好刚突破 那比如说它X农电力 有可能它就比其他 因为它没有大涨 它正好是现在位于一个 超级的大形态的一个上面缘 那么如果它一旦突破了 这么长时间的这些压力位 这些压力位 有可能它会继续往上走 当然这些所有的票 你们都主动买套 然后回调价仓 千万不要中仓 因为万一它真的一下子回调了呢 那你不就亏惨 所以你永远都是主动买套 回调价仓 好我们看下一个 多可能这些已经涨得很高了 趋势也很早就出来了 太平洋煤电也是 太平洋煤电还好 它现在正在盘整 那比如这种盘整结束了 往上一走 那也是可以的 就是最好找到完美的技术点位 你看那以前 像这些完美的技术点位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自选股 知道它们必涨的话 那么这种完美的技术突破位 其实都是可以买的 美国电力这也涨得很高了 高明资源 公务集团 好多能源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我一般的呢 会把排名较前的 为何找出来 排名较前的找出来 然后呢 主要是看它的回调 反正它总是有一些会回调的 它不是 它不可能每个都不回调 是不是 然后你只要知道这个板块有机会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爱迪生年后电器有机会 假设那你 它给你回调这 回调到这 那你大胆的去买就行 它只要回调到这 然后回调到这 大胆的买就行了 因为你知道它最终的方向 一定是向上就行了 这个呢 更具体的 哪些个股 你们自己去选 好 再往下看 好 航空也是这个逻辑 你们 我们已经有ETF 你可以只看ETF ETF回调的时候去买 那么个股呢 你们自己再去选 根据我的 只要这个方向对了 电力行方向对了 那么个股 其实你自己看你是喜好了 你是喜好小盘 还是喜好大盘 你是喜好做突破 还是喜好做回调 好 我们看左边这一块 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是非常高兴利率降低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贷款更好 然后刺激消费 那么作为那些很有钱的人 这些聪明钱 他就不是考虑贷款了 他考虑的是利息 那么这些利息 以前当我们的利率很高的时候 他就放在这个银行 就躺平了 就吃利息 那么现在利率降低了 他们就可能把它躺平的这个钱拿出来 会转到什么 黄金 白银 加密货币 还有国债 这几块 所以他会转到这些方面 更具有投资性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黄金白银呢 这一块当然他既有商品期货 你们可以做 又有ETF可以做 还有一些个股可以做 你看你们自己了 那比如说这个两个都是黄金的 他们都是黄金的ETF IAU 还有GLD 都是黄金的ETF TLT是我们国债的ETF 好 这三个都是任何时间 主要回调到完美位置 你们都可以做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黄金信托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好是耐心等待 永远都是做回调 不要去追 你看往往有些时候 你一追他就回调 你看嘛 你在这一追 他回调 一追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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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追就回调 是吧 但是他的方向永远是向上的 所以只要你有耐心 比如说这些位置 你有耐心 黄金的这些低点 你有耐心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还有就是将来回调到这 那么你也是可以做的 是不是 只要回调到这 你可以把它放到资权股里面去 GLD它是一样的 GLD的K线图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 你看它几乎是一样的 好 第三TLT TLT是国债 那么国债也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 国债曾经 我以前在会员节目里面 当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是完美的说出来了 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我都说出来过的 这些位置我都是在我的节目里面 指出过的 那么现在 那比如说TLT 既然它要涨 那么它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比如说它明天后天 它只要是再往下跌 那绝对是一个机会 只要有耐心 如果它跌到这 那也是一个机会 那肯定是一个机会的 因为它整体是一定上涨的 整体它是一定要上涨的 只是短时间 它可能会往回 倒一倒 倒车 然后我们叫倒车接人 再往上涨 所以这些 也是要把它放到资权股里面去 当然我们还有个股 比如白银 来看 比如说白银 因为白银这个市值比较小 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白银这种公司 白银它没有ETF 但它有一些企业 比如说SUM 它是白银的公司 那么这种白银的公司 它一旦突破的话 我认为它也会继续上涨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 继续关注一下 好 最后一块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的地区 国家和地区 一些新兴国家 比如香港 欧洲 南美 那很多人会 最重要的 那中国呢 那这个热钱 有没有从美国 撤出来往中国走呢 说句真心话 我并不觉得这样子 因为上次给大家说过 如果你观察 有一张图片 我这边都不太愿意去讲了 因为比较敏感 我们A股的市场 和北边那头熊的市场 几乎是同步暴跌的 也就是说 除了经济之外 政治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如果这个 当俄罗斯的这个问题 没有结束 没准 我们的同样不会结束 热钱不敢 由于政治风险 热钱不愿意来投资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 我们到底这个热钱 从降气之后 会不会流动 我们不敢说 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 还是要谨慎 那么其他的地区 比如香港 欧洲 南美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 我就不多说了 好 最后 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大家回头再一起看一下 也就是说 首先 中小企业的ETF 我们要重点关注 大概率 它是会上行的 我们要和房和车 相关的板块 要重点注意 大宗商品 有色金属 铜和铝 几乎是90%确定会涨 电力航空 这个已经涨得很高了 大家就要注意了 我们是回车的时候在买 那么其他的 黄金白银 加密货币 也是 如果涨得非常高了 回抽的时候再买 这些是相对来说 比较确定 当然上面是我个人的观点 可能也不完善 甚至也可能不正确 如果大家有你们不一样的观点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 写出来 我们共同进步 我们其实没有对和错 核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只要知道 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是曲折的 所以我上面说的这些 每次回调 都是机会 所以我认为 只要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非常的明确了 那么每次回调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技术分析 找到完美的结构 找到完美的买点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 可以在下面评论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 在市场里面把这一步钱赚了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